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的直接深刻 可太史公还是要让他明白 因为这个朋友要死了 你们要明白 在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心情下 你才能读懂这封书信 仆 少妇 我年纪的时候注意 少妇心之财 长无相取之欲 妇有两成的意思 一成的事情是指他自己身具备 负担他有不拘之财 可是如果你这么解释 第一点跟后面的长无相取之欲 对不起来 第二个跟前面那个上之 次之 外之 下之 也对不起来 所以这点负要当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缺乏的乏 负面的意思 我少妇不拘之财 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不拘之财 长无相取之欲 年纪大了也没有得到相取的成欲 主上信以仙人之故 使得奉伯济出入周位之间 尽忠 太史公曾经当过狼官 这几三句在讲什么意思呢 汉代要认一个人为官 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是举帽财 就是举秀财 因为你有奇才亦能 所以选拔你 第二个是因为孝延相礼推举 因为你有孝廷立田之行 所以举孝延 让你能够朝廷认官 第三种就是所谓的应认 因为你的父亲是大官 所以可以应认你做个小官 太史公先来告诉你 我并不是因为举帽财 我也不是因为举孝延 我是因为父亲的应认 父亲是太史令 所以他能够当个狼官 这是汉代 他在告诉你他的出生 是循这个途径而来的 仆以为带盆何以望天 我以为我头上带了一个盆子 注意 头上带了一个盆子 你的眼睛就只能看到这个盆子而已 对吧 带了盆你就看不到天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你的眼睛指在你一家 只在七财子路身上 你就看不到更广阔的天地 这叫带盆何以望天 就是告诉你 如果你一心为师 你就没有办法谋功 一心为家 你就没有办法谋果 所以我抛弃了朋友交友 我不跟人交友往来 基本上我的心也没有放在我自己的家庭 世家之好上面 我尽心接力 就是希望能得到主上赏识 就是希望能对国家有所帮助 你这么一心为公 这么一心抛家为国 主上就能得到主上的赏识 就能够好结果吗 当然不是 所以太史公告诉你 而事难有大谬不难者 注意 不是谬 而是大谬 什么叫做大谬 就是你明明做的是这样的好事 最后却得到了那样悲惨的结果 天下还有比这个荒谬的事情 还有比这个更难能不解的事情吗 而事难有大谬不难者 夫仆与李宁聚居门下 当年他和李宁都是狼王 太史公接下来就要把李宁之祸 完完整整的用他的文字重述一倍 而这样的文字叙述 基本上在史记里面讲的并不多 而完整的写在暴人烧情书之中 聚居门下 他当年帮李宁讲话 是因为他跟李宁交情非常好 是非常熟悉的好朋友吗 不是 恕非相善 他们两个根本没有什么交情 恐怕连熟也不太熟 再加上取舍异录 为什么 一个是文臣 一个是武将 所以叫取舍异录 他两个交情什么地步呢 未尝闲杯酒兼殷勤之欢 他们连在宴会的场合 互相敬喝一杯酒 皆殷勤之欢 稍微做一下讨论聊天 都没有 他们两个彼此知道有这个人 可是连一起喝酒一起聊天都没有过 你们看他们两个是什么样的交情 他们两个交情其实是非常疏远的 男仆观其为人 要特别注意哦 观其为人 中国人讲话是非常有分寸的 论语里面说 事其所以 观其所由 查其所安 人焉受灾 人焉受灾 事观察是不一样的三个东西 我前面跟各位说过 事是一般的看 观是全面的看 查是细不仔细的看 观其为人 我对这个人有一个全面的考察 你说 他们两个不是不熟吗 为什么太史公还会去观其为人呢 年轻的同学特别要注意这件事情 这个社会上 人人都在观察人人 你在观察别人 别人也在观察你 你给别人的印象 就从平时这些观察而来 太史公观察里 你已经观察了很久了 观其为人 注意下面第三个字 至其事 什么叫做至其事 注意哦 中国人称赞人是其事 有时候会说人是守其事 守其事 是守 是后天的功夫 至其事 是说这个人天生就是个其事 你看他对李宁的赞誉有多么高 是清孝 与是信 灵财连 取语义 注意取语啊 为什么 取语就包括所有有形的无形的都在里面 不是只有有形的取语而已 取语义就是得诗 他的对于任何事情的得和诗都能够合乎义 不管有形无形的东西都在里面 分别和人的相处有浪 功俭向人 常常自私功俭 摆出比人家客气谦虚的姿态 自私奋不顾身 以遜国家之急 这不是临时才产生的表现 其数所续基也 是他从平常的时候就是这么做人做事的 什么叫做素呢 中国人讲人家 说你这个人很有修养 这是后天的功夫 可是如果说你这个人很有素养 那就是从后天的努力 变成你平常就有的东西 换句话说 也就是习惯成自然了 所以你就要知道 中国人骂人其实有道理的 如果我们骂一个人修养不好 或素养不好 那是在骂你 可是如果有一个人骂你教养不好 那就不是骂你 那是在骂你的父母了 你要明白这一点 中国人用每个字 都是有它的道理的 你们现在念的是古籍 念古籍必须要回到古人应有的 文化习惯的世界里面去 你才能明白古人到底想表达什么 你不能用现代的习惯 套用在古人的身上 朴以为有国事之风 这里的国事其实指的就是天下事 古人把这样的人叫做国事 我以为他有国事之风 为什么呢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 赴公家之难 私以骑也 能够完全不管己身 能够抛弃自己的生命 只为了赴公家之难 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太少太少了 所以叫做齐 他之所以欣赏李宁 原因就在这里 今举事亦不当 可他做事情只要亦有错误 而全屈保妻子之臣随而眉涅其短 什么叫做全屈保妻子之臣呢 就是跟前面太史公所说的 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相对举 也就是说殿上的这些群臣 都是只顾自己 身家性命的一群人 所以要眉涅其短 什么叫做眉涅 眉是指尊戒的人 我们现在叫做眉人 涅是指让酒 能够发酵的那个酒区 叫做涅 所以什么叫做眉涅 在中国古书院把眉涅放在一起 它指的就是从中间构陷 用虚假的言词去陷害对方 落井下石的这一群人 随而眉涅其短 不曾私心痛之 为什么私心痛之 因为这个人是慷慨之士 他打抱不平 为了一个他身平 没有任何密切交情的人 他打抱不平 觉得这样的人 不应该有这样的结局 且理您提不足不满五千 身见龙马之地 你们读读下面这一段 这一段是对李宁之战 当时的人写的最好的描写 我们来看看李宁之战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且理您提不足不满五千 不满五千你就算了 各位要特别注意 那是不足 当时李宁为什么要去北边 跟匈奴打呢 李宁为了恢复李家的伦光 因为他的祖父是李广 当时武帝非常高兴 可是也坦白告诉李宁 人也就算了 可是马我都给了李广利 没有马 李宁说没有关系 我用不足就可以对抗匈奴 在人家的土地上 那么辽阔的草原上 你要用不足去对抗对方的寄兵 结果会是什么 且李宁提不足不满五千 身见龙马之地 你看马有没有 对方是寄兵 逐立王庭 攻到对方的王庭去 垂尔虎口横挑强湖 什么叫做横挑强湖 没有理由的挑战 没有道理的挑战 根本不可能会胜利的挑战 他去答了 阳亿万之师 阳就是赢的意思 为什么叫做阳 因为李宁是从南方攻到北方去 北方地高 所以这里用文学家的描写词 说他养 养亿万之师 与财云的连战十一日所杀过当 什么叫做所杀过当 就是相职 他只有五千人 他所杀的部队 远远超过他自己部队的数目 这叫所杀过当